最近交通部预告修法 沿你放宽 垃圾车后方合法载人 而全国环保公务机关总工会就指出 其实这样的做法很危险 光是二零一八年 就已经有六位清洁员死亡 要求环保署要推动 定时定点设专区为主要政策 来减少沿街修垃圾 保护清洁人员的安全 清洁队员人直直站立在垃圾车的后斗上 沿街修垃圾 一个不小心整个人就从车上直接衰落下来 日前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七十七条八十六条 你放宽垃圾车的后方可载作业人员 全国环保公务机关总工会 连同中南部各地的清洁员工会 上午一起来到环保署 抗议交通部与环保署联手放宽恶法 各地清洁员来到环保署抗议 表达第一线清洁人员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 高纸照片痛批政府以为在垃圾车的后方 加装围栏就很安全 因为根据环保署统计 清洁队队员在执行中被割傷 从垃圾车上跌落以及交通事故 是主要的执灾原因 全环总指出 光是二零一八年 就有八百多位清洁队员受伤 六人死亡 清洁队员执灾率将近百分之三 民间团体要求环保署 应推动定时定点设专区为主要政策 减少沿街收运垃圾 还有清洁队员的治安法治化 要定时定点回收 这个也都会来持续来推动 我们不会因为修法的事情 就暂停了其他的 我们要来推动我们清洁队员安全 环保署表示 已建议交通部占卜列入修法 后续将与地方环保局工会沟通 而交通部回应 如果现阶段没有共事 暂时会将此案撤回 记者是中文在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